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让他留下了 他没点留下了 王毅兄 真的是你 兄弟 太巧了吧 你怎么在这呢 对呀 来进程组 我不说一声呢 那我当兄弟啊 说的就是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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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净顾高兴了 来来来 照顾 这个 扛哪去 他想让你找个地方 帮他埋了 埋了 走 埋 来 来来 来来 准备 老叔不让留啊 老叔不留吧 你 上呀 我就不去了啊 看家 看家 起来去 白天门都拦不住啊 你不是发善心吗 凭什么叫我帮你挖坑埋人 你去买 你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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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 神圣的都会死的 我只是可怜他们 你可怜他们 大半夜的叫我在乱坊搞的挖坑埋人 你怎么不可怜我呀 大半夜不埋的明天生意做不够了 你可要知道 我是在替你们家打一场 我是替你们着想的 我是替你们人家 这话应该我说吧 你倒先倒打一把 我来啦 我说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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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在听你们家那里探馆 好了 大半夜的这可是坟地 你们也不怕惊扰到这地方 你怎么来呀 你两个活人 你以为死人成绩 你管管死人 那还有个活的呢 死的满了 那活的怎么办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回家吧 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啊 他什么地方人 他那个死的的瞎子呢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应该问清楚 我倒是想问 你不是没来得及吗 他现在说你去玩 你去玩吧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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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娅ligo 活着了 被走一死的 还活着 这手真累死爷了 赶紧进户茄去 来 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啊 好好好 少爷 少爷 他们都吃了 我们拿什么给叫花子呀 不该了 做了一晚上膳食 够了 哥 你不吃了啊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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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二哥 我就说不适应了 二哥 当时魏先生 这掰把子的时候说了 按照参加革命的先后排大小 我排个老四 教教就适应了 是吧 二哥 你什么时候来北京开茶楼了 媳妇娶了吗 修了 你真把人家给修了 把他给修了 什么 他媳妇不要他了 听成了 还有这事儿 为什么呀 人家也有爱情 什么 什么 什么情 爱情 听他瞎说 他把娶媳妇的钱呢 都干了傻事儿了 害得他爹差点破产呢 那你说人家不修他修谁 他爹 觉着丢人 把他打发到京城 我爹也瞎了眼 信他不信我呀 愣是把北光楼 交给我这个不着调的哥哥 这才几天哪 就惹说那么大麻烦 二位兄弟 昨天晚上的事情 幸亏有二位 也累了一夜了 不早了 早点回去休息 改日呢 我登门道歇 都是兄弟 不是我客套的 就是啊 说的就是啊 要不这样 你们住哪儿 我叫阿翔 备一辆马车给你们送回去 他们没地儿住 你先住我这儿 被我赶上去了 去 谁吸得住你家呀 我们有一个 开茶馆开客战的兄弟 还怕没地儿去 你也别难过 我们是有难处 但这也是天意 关键的时候 兄弟就出现了吧 少爷 兄弟 兄弟 你不会也不收留我们吧 怎么能呢 少爷 你 你们 还是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我也 无能为力 这太不想你说的话了 先前在广州 你是我们在革命道路上的 正姓中华 致志于肩上 这个道理是你讲给我们听的 难道你忘了吗 我没忘可是 少爷 少少少 你大爷少爷 你给我闭嘴 坐下 你到底咋回事 你把我们哥俩说成革命党了 你现在擦手不干了 你信我件事 当时你还给我们什么 什么梅子珠球 什么天下英雄 我们哥俩现在群来要成英雄了 狗兄 背叛革命的狗兄 这是谁背叛革命 你少能让信口自华 那你告诉我 你先解释个道理 你都忘了 我没忘 我也没忘我答应我爹的事情 你答应你爹什么事 不告诉你 那你说 你到底还革命不革命 你们也看见了 这茶楼是我叔叔的 我只是替他打理 我不能再把我叔叔的买卖搞筐了 二哥 你啥意思 我收留我们茶楼就垮了 你把我们俩当什么了 闻神 闭嘴 闭嘴 现在这生意不好做 我更帮不了二位 请便吧 魏先生一到我们就有银子了 我们不会买住的 对呀 再说茶楼有难住 我们要住进来正好帮忙 关键时候还得靠 小 你们还是想想其他办法 又不是真收留给你银子 那也不行 你开茶楼挣银子 我们住店给银子 咋不行啊 你们的银子 我不想挣也不能挣 这银子可不分谁的 哥 有银子为何不挣呢 我告诉你王子谦 这茶楼我说着算 他轮不着你说话 茶楼的事我不管 但他俩是你兄弟 兄弟的事不能不管 我跟他俩没交情 还让他俩在我家住了那么久 你凭什么不管 哥 来来来来 哥 你久等抱我一忙 他俩住我家住那么久了 年都年不早 许我问这这事 非得跟我警守不放合数 那我和兵讲 请身容易送人 那更不能让他俩住我家了 那 他们要是把老伙搬到我家 那我怎么办 那我爹不得打死我了 那我爹要知道了 他就打死我了 那 哥 我 我没修了四破脸可以 那你想想 你已经没媳妇了 我要再没媳妇 谁给他王家传宗接代啊 是不是 那这事 咱不让你爹知道 好 那你看 他 哥 哥我去 去 数在这里可以 但我要约法三张 你听一下 别说三张了 十张都依你啊 第一 不许借银子 第二 不许欠银子 没事 要是银子不够 就在店里做工 劈柴烧水刷盘子洗碗 就当是垫钱 这个好说 我在南望楼的时候 当过火箭 你那可不是火箭 是碎碎 行了 还有啊 你们两个人的身份 比较特殊 尽量不要抛头露面 就在后面待着 第三 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和茶楼没有任何关系 不能连累这里的任何人 理应如此 口说无凭 化压为证 你呢 按什么手印啊 我又不卖身 不会 签约必须按手印 行吧 不要让他们去问吧 行呗 总算解决了一件大事 你们也算找肉店了 记得跟秀儿说 我帮的忙啊 我刚才回家找你们呢 原来你们都在这儿啊 你们看 谁来了 卫先生 大哥 昨天信刚到 今天人就来了 太快了吧 你傻呀 这人当然比信走得快了 即日不见 你们怎么样 壮实了 大哥 我们还是上楼再说吧 对 等等 这卫先生 就是你们所说的 那位带着银子来的先生吗 不错 让卫先生稍事歇息 咱们一块再说 刚刚前字化压了 你就想耍赖 怎么回事 大哥 你带银子了吧 这位先生 我们会馆有规定 刚刚跟二位也签字化压了 不能舍账 这位就是广州的 王印王公子 这是十块钱 你收收 这 什么东西 这是中华民国的纸币 就像美元一样 这一块钱啊 就能换出一两银子 等革命成功以后 全国都会使用这个 卫先生 您这是逗我们玩的吧 这是大清 黄成根 我们只收银子 不收废纸 王兄弟 你为革命捐款的事啊 我们都知道了 你帮了革命大忙 你是革命功臣 等民国建立以后啊 我们会好好补偿你 你放心 我大哥一定会让你把 捐给革命的银子给挣回来 只多不少 这虽然现在还是大清 可是处处套路出腐败的气息 这黄成啊 已经技术将近 用不了多久 就是民国的天下了 王兄弟 我向你保证 等我离开茶楼这一天 这十块钱啊 一定能换出失料银子 甚至更多 哥 哥 你咱让我看看 你知道我干嘛 这是孙先生 在台形山印呢 这个真能当银子时啊 现在还不行 等革命成功以后 就能拿去换银子了 那给我们多留几张吧 我带的也不多 咱们这钱啊 得用在刀刃上 你们要尽快 和君王联系上 我要接你的 哥哥 该吃早饭吧 默默 你来得正好 你看 我把心里的小虫捉出来了 好不好看 还真好看 昨天梦里 额娘也说好看呢 默默 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说 阿玛天天关着我 不许我出门 我把这个做成手帕 你替我去趟学校 把她交给玉秀姐姐 托她带给江刘哥哥 就说 谢谢她那天救我 哥哥 你阿玛不是说 不许你和这些人来往吗 嬷嬷 你偷偷地去 阿玛又不知道 你阿玛是为了你好 再说现在外面 嬷嬷 你要真为我好 就帮我把这个送给她 要不然 这只小虫又要跑到我心里 我会一直难受 那就真好不了了 好不好 嬷嬷 我的好嬷嬷 哥 哥 哥 说 说 说 你说这些日子 他俩住我那儿吃我的 我还给他们站岗放哨 我算搁民堂吗 不是 那朝廷要是把他们给抓了 不会扛我的脑袋吧 哥 你 你能不能不在我这儿捣乱了 你问朝廷下 阿强 阿强 你又去哪儿啊 怎么了 少大爷 去把大龙关了 上午不开张 歇了 好 出去出去 出去 出去出去 今天不喝粥 我不喝粥 周先生 周先生 我们上午不开张 您去别的地方喝茶吧 我不喝茶 我 那您是住店 我也不住店 那您是 听说你们这儿有唱曲的 不唱了 我们这是会馆 喝茶的店 听曲啊 细了不行 我不听曲儿 那您干嘛呀 我 我找人 找什么人 一个瞎子 一个哑巴 听说最近在你们这儿唱曲儿 您是 我是唱曲儿的爹 昨天晚上没了 没了 没了 啊 哇 还מו 谁没了 那个唱曲的瞎子呀 他得了牢病 昨天晚上就病死了 死了 死了好啊 他们是昨儿个来的 来的时候就快不行了 我哥是可怜 他们在收留下 没什么想半夜就死了 这和我哥没关系啊 不是 这跟我们 都没有关系 这个 不 你可以问那哑巴呀 对对对 我不找那瞎子 我就找哑巴 您找哑巴 我是他爹 你怎么打人呀你啊 打人 打人那是兴的 这是我要打死他 有什么关系 你跟我说讲吗 别杀着快走啊 我肯定不会松了 我不松 松开 住手 打女人算什么 要打你打我 这也不能打 这也是女的 要打打我 为什么要爱你 我打我女儿 关你们屁事 你女儿 你女儿你更不能打了 何况 她刚刚死了男人 松开 快走走走走走 紫贤 抱住他 走走走走 告诉你啊 再拦着我 连你一块儿打 我 我 我 快走 抱住他 抱住他 快走走 走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你 你自己看 来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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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打人呢你还 不 报官 报官 不用报官 我就是官 我是朝廷大狱里的 狱官 我是他爹 大牢里当差 是个职业的头 前年他娘死了 没人照顾他 我把他送进戏班子 给人打杂 为了他日后 能过上好日子 我把他许给城外 一个地主家当儿媳 等等 你 你把他许给谁了 城外小地主家的儿子 家里有几十亩地呢 那人有病啊 对 是个傻子 吓我一跳 我说呢 人家要成亲 他跑了 我倒戏班的去问啊 这没出息的东西 干个瞎子私奔了 你们说 你们说他该打不该打 不该打 他虽然是你女儿 但和你一样 是平等的人 你没有权利打他 你这话我听得 怎么那么稀罕呢 我是他老子 想打就打 那也不能打 就是 你要打坏了 你跟地主家怎么交的 你把他嫁给一个傻子 那他愿意 你个哑巴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 能有人家肯要就不错了 丁强 你愿意嫁给一个傻子吗 你看 他不讲话就代表他不愿意 你不能因为他是个哑巴 就随便把他给嫁了 更不能因为人家有几十亩地 你就把他嫁给一个傻子 这样的话 他不会幸福的 什么 他不会 什么 就是说他以后的日子会不快乐 快乐 他 一个哑巴在快什么乐 哑巴怎么了 我跟你讲啊 世人具有追求幸福快乐的权利 还权利 老子就是权利 大狱的是 回家还是 我说你们几个少爷 吃饱了撑的 跟我这儿抢道理 那我倒要问问你了 你刚才说的那个 那那那什么 能让他一辈子有饭吃 有遗传 有房住吗 不能 那你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干嘛呀 家里有银子 那我把他 那我把他嫁给傻子 那我是傻子 你们哪 是饱汉不知恶汉记 得 我也没工夫跟你们这儿下扯了 这样 我把他为了 我把他玩的 评论 你快点 你 imperial 你想到 少爷 少爷 少爷出事了 丁香成这样了 地主家是去不了了 怎么办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 白天你们一个个的 不都挺能说的吗 是你一定要让他 嫁给那个傻子 他不愿意才会这样 你反倒赖上我们了 要不是听你们这些人 胡说八道 他一个哑巴懂什么 他会去撞出 那我们也是出于好心 是 我承认 你们是好心 可是你们好心的害了他 我要职业了 丁香伤成这样 也只能留在这儿了 想想看怎么办吧 想好了 我还会来的 那有什么好发愁的 要不你领回家 就给你做一个烧水做饭的丫头 邓小姐得跟着我们革命 都干不了这个 但是家里都少不了这种人 不用我动手 有人收拾你 谁啊 你看我这是为你们好 怎么不知好歹呢 你们都小声点 丁香睡了 时候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太晚了 他一个人我不太放心 去去去去 你跟着我干吗 我怕走夜路遇到鬼 有人胆大 掉脑袋的事都敢干 鬼见了都怕 人家娶媳妇 是用来晚上暖杯窝的 我娶媳妇 是拿来走夜路壮胆的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砸了井水不放河水 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我不过去 我知道你要干吗 我要干吗 你除了收拾我 你还能干吗呀 你有什么话你就说 你昨天说的都是真心话吗 除了井水不放河水是假的 其他都是真的 我也有一句真心话 你过来 我说给你 你就在那儿说 我也会暖杯窝 大声点 大姨子 这话是大声说的吗 那你过来说 我也会暖杯窝 我也会暖杯窝 真的啊 嗯 等革命胜利了 我天天都在家 给你暖杯窝 你暖杯窝 你暖杯窝 有区窝叫 有区窝叫 肯定是一条好虫 王爷 革命党的首领 已经到了京城 想与您尽快地接触 他们倒先急上了 也好 免得夜长梦多 那就明天 那奴才就到福林酒楼 去准备着 这回不请他们喝酒 酒后什么事都说不清楚 这回咱们听戏 听戏 听戏 就听 窃东风 听戏 丁香 丁香 别劈了 别劈了 你 这伤还没好呢 别劈了 回屋 睡觉 你叫不进 你呀 要是不想在那个屋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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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给你换换一个 换换一 你是说 我 我说的东西 你都懂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 我 我这也是第一次 这样跟人讲话 要不这样 我 我讲你听 好啊 我们已经打烊了 喝茶请去别处吧 我不喝茶 那您住店 也不住店 我喝茶不住店 那 你找人 对 我是来找人的 队香 你不想离开这儿 是吗 因为瞎子 在这儿住过 是吗 你喜欢她 是吗 丁香 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 你们两个就是爱情 你看啊 如果瞎子活着的话 他生病了 你心疼 他挨饿了呢 你心急 他就是你的声音 你呢 也希望做他的眼睛 可是他走了 你心里疼 心里空 也不想活了 是吗 这就是爱情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收入你们俩吗 因为包子 因为包子 因为那天你为他吃包子时的样子 那天你也饿了 可是你还是让他先吃了 他吃饱了你就不饿了 爱情啊 我认为就是 他快乐 你也就快乐了 你们两个是我见过的最实在的爱情 我被你们感动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 听起来 听起来 瞎子已经走了 就算是为了他 你更要好好地活着 听起来 听起来 因为他希望 我没想到 再次见到公公 会是如此惊惊 但不管怎么说 首先恭喜公公 弃暗同明 寻得人间正道 这人活着 就像出戏人 往台上一站 让你演什么 你就得演什么 世明是暗 戏子 可不清楚 公公喜欢天兮 喜欢 主子喜欢什么 这农才便喜欢什么 那这是王爷的意思 这个农才可不清楚 农才只是个农才 不过呢 农才倒想提点一下 被先生 这戏还没唱完呢 以后的事 谁也说不清楚 那你就请公公转告我面 这处街东风 魏国一定要奉陪到你 好了 不 公公慢走啊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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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公公刚才是来干什么 他是来穿王爷的口信 王爷答应了 明天见面 太好了 你们刚才东言西语 你得说得我直晕 那老太监到底想说什么呀 他是想告诉我 一切之事 半忧人谋 半罪天意 他能有今日之情形 确实很唏嘘啊 不过大哥 明天的情况 多少会有些危险 你一定要小心 小心 杀人 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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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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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魏先生 快 魏先生 快 魏先生 快 迪真 müsste 撐了 快 撐了 驾 快 護 Duke 攻 快 快 你 走 走 救呢 靠乎 �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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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